西北市泰山惊传凶杀命案 一名许姓致愿意军人 疑似怀疑女朋友出轨 前天晚上住在女朋友家 要谈判分手 隔天一大早 两个人又发生争执 许姓军人一气之下 竟然把女朋友给闷死 而女朋友和姐姐 以及弟弟三个人 原本约好一起出门的 当下听到争吵声 姐姐立刻敲门 但是没有回应 等到门打开的时候 妹妹已经奄奄一席 所以抢救还是宣告不止 踢着心里 大包小包走出捷运站 她就是涉嫌杀害女友的 许姓宪兵 翻前身影曝光 前一晚入住对方家中 要谈分手 没想到近江人给闷死 这屋车抵达家门 报案的是死者姐姐 听见妹妹房内传来争吵声 当下门反锁 敲门也毫无反应 原本姐弟三人相约要出门 期间还收到妹妹简讯 说再等等 但当门打开时 却看见她奄奄一席 倒在床上 她姐姐报案的时候 因此有点心神不宁 所以我去冲去厨房那边拿刀 据了解19岁的许姓宪兵 服役时 结束了同样19岁的刘姓女友 两人交往近两年 怀疑女友出轨 在入住当天 双方吵了整晚 隔天一早醒来继续争吵 许姓宪兵一气之下 竟情绪失控 动手掐人闷死女友 进救护车紧急救护后 人于死一死宣告不治 本分局已逮捕许姓嫌犯 寻后依杀人罪嫌 走出警局低头不乏一语 凶险和死者 两人都签了四年致愿意 已经服役两年 近期为了感情问题 吵到连部队长官都知情 将两人调不同单位 还是发生憾事 情侣争吵埋下杀� 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让自己背上杀人刑则 后悔也来不及 记者陈云罗伯聪 新北苍播等